在家裡的 Wi-Fi 上網的時候,你最大的噩夢是什麼? 是打遊戲、看影片到一半突然出現 LOADING 符號? 還是一到陽台、一進房間、廁所、網路就斷掉 讓你整個人彷彿落入荒島、身處沙漠呢? 今天,叫你們一起來聊聊 到底是誰偷走我們的網速跟訊號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根據調查,台灣的家用聯網率已經高達83.7% 能夠在家裡暢遊網路世界 擁有更良好、更順暢的Wi-Fi 體驗 幾乎是台灣家家戶戶的生活必須之一 但是,平常在家裡連Wi-Fi 上網的時候 你有沒有經歷過一些惱人的經驗? 比如網路的速度動不動就變很慢 看劇、打遊戲的時候卡牢報 甚至花大錢選了最貴的上網方案,都還是沒有用 又或是在客廳,明明網路就用得很順 但一進到房間、廁所之類的地方,就收不到訊號 明明家裡也不算大,卻有一大堆的訊號死角 就像是Wi-Fi 的黑洞一樣,把你的網路訊號都給吸走 調查顯示,就家中Wi-Fi 整體使用經驗來看 涵蓋率差、訊號死角多 是使用者的最大困擾來源 這到底是哪裡出問題了呢? 我們的Wi-Fi 訊號跟網速究竟是怎麼不見的呢? 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嗎? 要知道你的網路速度,為什麼會慢或斷斷續續 首先我們要介紹一個基礎概念,頻寬 在選擇家用上網方案時 常常會看到業者提供頻寬多少Mbps的選項 而這裡的頻寬,就代表每秒鐘可以傳輸的數據量 不過這個比較偏口語上定義 更準確地來說,頻寬代表著可以傳遞訊號的頻率範圍 所以只要這個範圍越寬 照理說,資料傳輸的速率就會越快 這樣講有點抽象,簡化一點看的話 我們可以把頻寬想像只是高速公路 只要路越寬,車道越多條 照理說,行車速度就會越快,也越不容易塞車 那根據不同的網路使用需求 需要的頻寬大小也會不一樣 比如平常會追劇、看影片的人 根據Netflix官網的建議 想要看4K影集,就至少要有15M的頻寬 如果是有在玩遊戲,甚至是挖礦的重度網路使用者 有些人可能要用到1G,也就是大概1000M的頻寬 又或者是家裡有很多人一起使用Wi-Fi的話 也會需要更大的頻寬 不過,在分析家中Wi-Fi卡頓、網速慢的原因時 也可能跟另一個頻寬數字有關 剛剛說到,頻寬就像是車道 那當我們在運作網路的時候 資訊就會像車流一樣,在你的設備跟伺服器之間來回 而頻寬又可以分成是下載頻寬跟上載頻寬兩種 相當於是高速公路上的去乘車道跟回乘車道 當我們開啟網頁、播影片或是玩線上遊戲的時候 伺服器就會把資訊傳輸到你的電腦或手機設備上 也就是所謂的下載 而一般討論頻寬的時候 常常都只會談到下載頻寬 因為它的大小會直接影響你下載資訊的速度 但是除了這個去乘車道以外 還有一個回乘車道 也就是從你的設備傳送資訊給伺服器的上傳頻寬 而上傳頻寬其實也很重要 它除了會影響我們上傳文字或影音等等檔案的速度之外 其實也會連帶影響到你下載資訊的速度 因為當你的電腦或手機下載完資訊之後 會傳送一個確認檔案給伺服器 來告訴伺服器說,資訊有順利的被下載好了 那伺服器在收到檔案確認你有順利下載之後 才會繼續傳資訊給你 那萬一你的上傳頻寬不太夠 也就是回乘車道太載的情況下 這些確認檔案就可能會塞車 沒有辦法即時上傳給伺服器 當伺服器沒有收到確認檔案 它就會判斷說,你還沒有下載好之前的資訊 而暫停傳送資訊給你 那麼又要怎麼樣判斷自己該選多大的上傳頻寬呢? 常見的搭配是下載頻寬的十分之一 比如申請100M的下載頻寬 就搭配上10M的上傳頻寬 除非是有大量上傳需求的人 不然以一般的使用者來說 這樣的搭配應該都還算足夠 不過就算搞定了頻寬 也不代表萬事OK 還有實體的設備也要處理 在網路上常看到很多人討論說 自己明明申請了300M的下載頻寬 上傳頻寬也配到適合的了 但網路還是很卡 甚至測出來的最高下載速度 連100M都不到 那這很有可能就跟你家中的設備有關 一般在家用Wi-Fi上網流程會經過幾台機器 像是數據機、極限器、交換器或是路由器等等 最後才會到你的手機、電腦或智慧電視等等的終端設備上 而這些機器本身都會有各自的頻寬跟網速的上限 而且不同廠牌、不同型號的機器 規格也都有差 頻寬跟網速的上限也都不太一樣 所以就可能會出現機器 還有網路方案沒有搭配好的狀況 比如說你申請的是300M的網路 但是你的路由器網速上限只有100M 那最後你手機或是電腦的網速 最快也只會有100M 這邊你可以想像成 你的網路本來是一條有三個車道的高速公路 但到了路由器這裡時 突然有兩個車道都被封住了 這就會導致你平均每秒鐘 可以通過的車流量變成原本的三分之一 所以說申請了高速網路方案之後 也要確認家裡所有的網路設備 是不是能夠支撐這麼高的網速 而另外要注意的是 這些機械通常都是耗材 用太久太老舊的話 功率也是會下降 需要去更新才行 好的,那說到這裡 看起來是把頻寬選好 把設備也通通配套好 就可以了吧? 嗯,很多人心中應該還有一個很常見 也很棘手的問題 就是家裡Wi-Fi 斷斷續續的 而且一到陽台、廁所 甚至只是房間裡面就會連不上了 這又是為什麼呢? 所謂的Wi-Fi訊號 其實是一種無線電波 很多人在家連Wi-Fi的時候 會發現家裡有很多的訊號死角 也就是說,在這些地方 Wi-Fi訊號會像是被黑洞吸走一樣 一下子掉好幾個甚至直接斷訊 而這背後的原因 正是來自於這種無線電波的幾個特性 一是它的範圍有限 跟廣播那種電波比起來 Wi-Fi訊號的波長很短 所以只要離路由器越遠 訊號通常就會越弱 第二個是穿透性低 所以中間如果遇到任何的戒指 訊號就可能被隔斷或減弱 比如像是水泥牆面 甚至就連櫃子等等的大型家具 也多少都會阻隔Wi-Fi的訊號 而第三個特性 則是容易受到干擾 由於現在很多常見的家電用品 比如像是電視、無線電話、微波爐等等 它們的工作頻段都是2.4GHz 跟Wi-Fi常見的頻段相同 也就是說,這些電器只要有在運作 就常常會干擾到Wi-Fi訊號 綜合這三個特性來說 不管家中大小跟格局怎樣 幾乎家家戶戶都會受到Wi-Fi黑洞的困擾 那這又該怎麼辦呢? 考量到訊號干擾的問題 很多人會認為不要選擇2.4GHz頻段的Wi-Fi 改用5GHz頻段會更好 因為至少就目前來說 大多數家電的工作頻段是2.4GHz 容易被同頻給干擾 而5GHz頻段相對來說比較乾淨 所以Wi-Fi訊號受到的干擾會比較少 但其實5GHz頻段的Wi-Fi覆蓋範圍更小 穿透性也更差 而且未來如果有越來越多新型家電產品 開始使用5GHz頻段 那它的訊號品質也會下降 所以就整體考量來說 5GHz未必會比2.4GHz頻段的Wi-Fi更好用 因此也有許多的家戶會買好幾個Wi-Fi延伸器 來擴大Wi-Fi的覆蓋範圍 但是這種做法的缺點在於 這些機器彼此之間無法溝通 而是獨自發動訊號 也就是說它們都會有各自的Wi-Fi名稱 這樣一來你在家裡上網的時候 想移動到不同地方的話 你可能就要手動去切換手機或是電腦連的Wi-Fi 那切換的途中就很難避免中途斷線的問題 針對這個狀況 近幾年也發展出了一種新的技術 可以更有效地緩解Wi-Fi黑洞的問題 Mesh環狀網路這個技術 最早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 起初是用在軍事設備上面 在經過了長期的研發之後 近幾年開始在消費市場流行起來 你可以把這個技術 想像成是Wi-Fi路由器加延伸器的升級版 它的作用也是靠著多加幾台裝置 來擴大Wi-Fi訊號的覆蓋範圍 但卻有著更多的優勢 首先Mesh設備擴大訊號範圍的能力 比一般延伸器更強 而且你還不需要你手動去切換Wi-Fi 可以讓你在家中移動的時候 也不需要中斷網路 而之所以可以辦到這件事情 就是在於環狀網路的特質 顧名思義環狀網路 就是可以把每個點跟點之間連結起來 讓機械設備之間可以彼此溝通 所以每台設備所使用的 都是統一的一個Wi-Fi名稱 而我們今天這一集的乾爹 中佳寬屏近期的主打產品 正是能夠終結Wi-Fi黑洞的Mesh設備 中佳寬屏近幾年也持續投入網路建設和優化 2022年也受到了國際測速機構的認證 在台灣五大都會區的寬屏以及Wi-Fi網速 獲得雙六下載第一 這次他們更針對家用網路的訊號死角問題下手 以Mesh設備來拓寬Wi-Fi訊號 讓使用者在家裡的邊間 比如陽台、廁所、樓梯間 也可以順暢上網不中斷 而且中佳寬屏還貼心提供獨家的豆腐安裝服務 讓消費者不用擔心Mesh安裝、配置等等的專業技術問題 會有專業的工程人員直接到你家 並依照你家中的網路使用需求 跟室內空間狀況來協助規劃最適宜的配置 也會直接安裝、設定好Mesh設備 幫你打造暢通全屋的Wi-Fi網路 當然,每個人的居家環境跟使用需求都有所不同 需要的方案也不一定相通 所以也建議大家在正式申請之前 可以先詢問客服人員 此外也可以查看下方資訊欄 看看更多有關中佳寬屏 以及Wi-Fi黑洞終結者Mesh的資料喔! 因為現在網路已經很普及了 多數人在家裡不管是要看新聞、跟朋友聯絡 各種休閒娛樂等等幾乎都需要用到網路 甚至包含我們團隊 也會有很多人一個禮拜會居家上班兩三天 那雖然上網這麼重要 但也是會遇到很多狀況跟問題 比如我們常常要線上開會 但有時候家裡的網路不穩 開會的時候就會一直卡住 真的是非常的困擾 又或者是前陣子用筆電在看世界盃轉播的時候 只不過想躺在床上看比賽 結果從客廳移動到房間之後 Wi-Fi訊號掉了好幾格 整個變得超LAG 甚至直接錯過關鍵進球的畫面 真的是超級喔! 那如果想要解決這些疑難雜症 雖然網路上也有很多的文章可以解答 但在整理資料的過程當中發現 這些文章都不是很白話 常常有很多的專業名詞跟術語 要看懂可能需要一定的背景知識 所以我們也想要藉著這次的機會 把這些資訊用更簡化、更淺顯易懂的方式整理出來 希望讓對於網路技術比較不了解的人 可以在碰到網路問題的時候 更理解自己遇到了什麼狀況 也對該怎麼解決有一個比較清楚的方向 好的,最後就想來問大家 你平常在家裡上網的時候 最需要怎樣的網路呢? A 速度要夠快 最討厭打遊戲一直LAG 超級煩的 B 穩定不間斷吧 一下跑得動、一下跑不動 追劇知道正經才還卡住的真的是會擠死人 C 覆蓋廣,不要有死角 收不到訊號,根本像是與世隔絕 D 當然是通通都要 E 其他請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 希望更多人知道家用網路的疑難雜症大解析! 此外也可以點這個地方 看看VPN是什麼,以及IE瀏覽器是怎麼沒落的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就明晚再見囉!